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姑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佛法的传播和教育 她不单为多位来自国内的高僧大德担任粤语翻译 还在多个佛教团体中教授佛学 特别是她在东连国院属校的教学工作 以及编写的中学佛学教科书 影响深远 这一集我们一同探讨她在佛化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 1958年 东连国院永远回董罗文锦着士 隔于香港已经有佛教中学 于是与院长林灵珍居士相宜 向教育司署申请增设佛学会考科目 她说人家那些天主教和基督教 就有Bible 就可以做会考 我们佛教 教学校的学生去考Bible 我们应该要考这个佛学 你知道表哥说好啊好啊好啊 那你怎样去跟教育署说吧 教育署就立刻说应该应该 这样就告诉罗文锦着士听 他说你就要给三样东西 他最初是要求一样 他说你要给一部佛经给我看 就是那个叫做中学佛学教科书 你要给这部书我看 我完之后看过那部书我才考虑 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适合的教科书 于是林院长就请江姑娘立刻写一部 并即强调这个是整个佛教界的大事 江姑娘念及林院长的知遇之恩 加上这件事是为了香港佛教 再艰难都要做 真是废寻忘餐 这样就在这边编 编他就要说 又要讲佛教的历史 又要讲佛教的 讲完佛教历史 就讲佛教主要的干要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 那时候日头又要去佛经 又要读书 晚上回来又要写 那时候又什么都没有人帮忙 只是我 谁帮忙 那些是学生 那就写 写了之后 写完又改 改完又写 这样 最终就帮忙 我来的时候是1949年 那时候就是冬连国院上堂 就是地下这一层 而冬连国院前面的校舍 就在1951年就落成了 那我三年班就搬了过去那边读书 那我能够进入一间 美轮美换 宫殿式的校舍读书 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那其实江姑娘 因为她跟冬连国院很熟 她们都是想将创办人 将冬连国居士的办学理想 发扬光大 所以江姑娘当然很有信心 介绍我又来读 她人又漂亮 声又甜 当然我小时候 她对我们现在很亲切 很关怀 高中的时候她教我佛学 上佛学堂的时候 她的声音清脆 又生动 又活泼 又对佛理精通 真是调分理息 真是满座生风 上她的堂是很开心的 你不会觉得沉满的 很开心的 我想江姑娘她对佛学这么有研究 她的讲解一定很清晰 有她可以写到这本教科书 其实的确是对佛教一个很大的贡献 佛教的教育 而这本书不仅仅我们学校用 是全香港的佛教学校都用 起码她有一个很清晰的观念给大家 我想应该是会对佛教教育的发展是好的 还有里面所讲的佛教道理 让我们都觉得佛教是一个正信 不是迷信 当时我们的高中老师就是江淑贤 我们叫他江姑娘 这本就是唯一一本当年有的教科书 因为以前未纳入过宗教课程 从来没有人考佛经 只有考圣经、新旧约 其他天主教的都教了 但我很幸运 我是第一届去考会考 有中学会考 其中是算一科的 教师处是批准了的 说回江姑娘怎么教学 大家都很担心 同学已经读十几科 还做多一科 看上去都不懂 全部的字都不懂 那些佛计、佛学、派门 而且很多凡文 译过来的婆罗门教、佛陀出世 什么世间道 没有一个字眼是熟的 但是上了一两堂之后 你完全不用担心 江姑娘不会拿着书讲话 她怎样教书的呢 真是很有趣 她进来就讲故事 你猜我们除了这本书之外 有没有功课要做呢 上课有没有笔记 只有一个半小时 其实很不够时间 你看三年 十年 都读不完 那三年做些什么 你猜不到佛经有功课做 有什么功课 画图画 我最记得 画画是最差的一科 江姑娘说 你今晚回去做下一堂教 那是什么呢 是三千大千世界 哎呀 那时又没有上网 怎样画 又不懂太空 又不懂卫星 那怎样画 六多年代 想来想 没办法 乱画一通 见到什么 画什么 每个同学 我们那时应该 十八个人左右 十八个同学 我们十八罗汉刚刚那个科室 他个个都交了一张 考了 现在就叫做A加星星 我真的只有我一个 全香港我看真的只有我一个 只有我们八个人考佛经 影响真的很大 他教你怎样 从一些很干要的东西 让别人看那个人明白 因为你改卷的人 你让他看 我问这条问题 好像你刚刚问我这条问题 你想得到什么答案 你要知道 我到现在都觉得很有用 那我就很开心 拿走之后 我回去找江姑娘 江姑娘 我拿到奖学金 我怎样回报学校 他说了一句 又是很有用的 他就说取诸社会 用诸社会 你日后工作好 你回归社会 你帮助有需要的人 你说江姑娘是否影响得很紧要 这句说话就是传承 你把你得到的东西传承下去 你帮有需要的人 跟我日后做人 读书或者工作都很有关系 1961年 课本出版 佛学会考也都通过当局的审批 而香港佛教联合会也都决定 今后所有会属学校都要参加佛学科会考 中学佛学教科书 成为香港所有佛教学校的会考教材 一直沿用到九十年代初 1973年 香港佛教联合会 学务委员会和虎女委员会 主办暑期佛学研讨讲座 为期七个星期 讲座的目的是为了增进教师的佛学知识 让他们日常在课堂上 能够更加善巧地教导学生 这次讲座系列大受好评 佛联会于是在1975年 再举办教师佛学研讨班 为期三十六个星期 江姑娘作为研讨班的班主任和主港人 每个星期演讲不同的题目 深入浅出 事理名识 听者莫不心领神会 欢喜赞叹 我和你们说 你们个个都是老师 所以你们所要接受的不是浅的 而是比较学术性的 而对于这些小学生所说的 例如这个小学的实学生 是由六岁起至十一二岁 他这个情形下 他那个根基能够接受到什么的佛学 这些就是要做老师的来考虑 我们希望他能够是依着佛教的规矩 以及依着佛教的道理来做 就变成以佛的人格来做他的榜样 我们要怎样能够令他认识这一点呢 这些就是我们做佛学教师的人 就是很需要留意的 江姑娘同时出任多间佛联会属校的校监和校董一职 还在1976年为校歌重新填词 将他一生所学的精华融入词里面 歌词强调佛化教育的核心价值 例如福慰相收 戒定位 慈悲喜舍等等 这首校歌至今仍然为佛联会属校所使用 江姑娘在东年各院和保国学校教授佛学班和会考班 培育了无数优秀的学生 啟发了众多学子 他们在社会各个领域上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这一切都离不开江姑娘的辛勤付出 江姑娘编写中学佛学教科书 对于二战后的香港佛化教育来说 是一个或时代的创举 踏入70年代 尽管江姑娘在各个团体的弘法工作日益繁重 但她依然不为余力 参与教学人才的培育 致力于佛化教育的推广 她不单止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投入去教学工作里面 还通过各种方式传播佛法智慧 影响无缘弗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